欢迎来到JayMommy小学堂 今天让JayMommy来跟你说个故事 准备好了吗? 飞飞生气了 非常非常的生气 文、图、茉莉辩、翻译、李坤山 河北教育出版社 飞飞生气了 非常非常的生气 当飞飞玩得正高兴时 干我玩了 她的姐姐一把抓住了大猩猩 不行!飞飞说 行!妈妈说 飞飞,拭开它玩了 姐姐用力夺走了大猩猩 飞飞跌倒在卡车上 哇!这下飞飞可气极了 她踢打,她尖叫 她想把所有的东西都砸掉 她发出火红火红的咆哮 飞飞是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 飞飞生气了 非常非常的生气 碰!她跑出了门 她跑呀跑 一直跑到再也跑不动了 然后,她哭了一会儿 她看看石头 看看大树 又看看羊耻草 她听见了鸟叫 飞飞来到老举树下 她爬了上去 她感觉到微风轻吹着头发 她看着流水和浪花 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她 飞飞觉得好多了 她爬下树 我回来了 屋子里暖暖的香香的 看见飞飞回来 每个人都很高兴 一家人又在一起了 而且飞飞也不再生气了 故事说完了 记得继续订阅JMommy小学堂 下次再见 拜